这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设计模式至工厂模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依旧把我们的课分成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工厂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依旧用我们最常用的文字解读跟拟物化的方法进行工厂模式概念的详细解读。 我们再来看的就是工厂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我们在学习下面几个模式的时候呢,都会依照这几个这样的顺序进行讲解。 最后,我们来看工厂模式代码实战和对前几节课的一个总结。 从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工厂模式概念解读。 我们用我们最常用的两种方式来进行工厂模式的概念解读。 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的课程概要。 我们先来用文字的方式进行工厂模式概念解读。 再来用拟物化的形式进行工厂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字性的概念解读。 工厂模式定义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 这个接口由子类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 该模式使一个类实力化延迟了子类。 而子类可以重写接口方法,以便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指定自己的对象类型。 这段对象,以及上面这段文字,可能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晦涩。 甚至比我们之前学的模式要复杂得多。 我们简单把上的这样一段文字进行一个梳理。 工厂模式定义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 就是说这个模式啊,它是说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接口让你去创建对象。 这个接口由子类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 可能说我这个工厂里边有很多个接口, 然后呢,我由我的子类来实力化通过我来实力化它对应的类。 该模式使一个类的实力化延迟了子类。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多条线它可能在工厂里边。 但是直到人家用户用的时候, 我才告诉那条产品线你去给我干活。 而子类可以重写接口的方法, 以便创建的时候指定自己的对象类型。 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样一个工厂, 但是工厂它不干活, 那有具体下边的子厂来负责做这件事, 以及对接你上面这些事。 那么这个模式非常的有用, 尤其是创建对象流程复职的时候, 比如依赖很多设置文件等, 并且你会经常在程序里面看到工厂方法, 用于让子类定义需要创建对象的类型。 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模式非常的有用, 它用到哪呢? 创建对象流程复职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当我从一个零开始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经过了很多步骤, 最终给这个东西进行复职的时候, 或者它依赖于很多这种设置文件,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工厂里边, 把这些子类进行一个封装, 用于让子类定义需要创建的对象类型。 就是说我们子类需要哪一个, 或者说在流程里面特别复杂的时候, 我们这个模式就会派成用场。 我们用图来解释一下, 我们拟用化这种方式, 这就是一个工厂。 首先这个工厂, 左边可能是铲鞋的, 右边可能是做衣服的, 然后这个小楼呢, 它也有可能是这个厂长的办公室, 然后下面还有这种车, 是做运输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模式, 具体的解读。 工厂模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厂, 定义了一个用于创建对象的接口。 我们这里边有做衣服的, 有做鞋的, 那么我这一个厂子, 留给厂长这样一个接口, 就是让你来决定该接口的子类, 决定实力化哪一个类。 就是你跟我来沟通, 那么你跟我沟通的话, 你需要用哪条产品线铲什么, 我是厂长, 我去给你告诉那个产品线, 做这样的事。 该模式使一个类的实力化延迟了子类, 就是人家这个子类啊, 不一定说非得听到我这个号角, 立马就去铲鞋, 而是先那个通过厂长, 再呢通过这个内部的这个流程, 才开始干活。 而子类可以重写接口的方法, 以便创建的时候, 指定自己的对象类型, 就是说我当前啊, 我要是想用你, 我可以把你这个造鞋这个流程给你改掉, 我觉得你这个不爽, 那么我有一个造鞋的流程, 那么这个工厂啊, 只要你暴露出来这样一个接口, 说你可以造鞋, 那么我可以给你添加工艺, 那么这个叫做抽象工厂, 这个模式非常有用, 尤其是创建对象流程复制的时候, 什么叫创建对象流程复制呢, 那么这一个鞋, 或者这一批鞋, 从你开始接到命令生产, 那么这个它要在这个厂子里边走很多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当前这个鞋, 依赖于什么样的底子呀, 那么你这个里边又有什么样的布料啊, 那么厂间如何交货, 工人多少上班啊, 那么都是这个对象, 在流程里边需要进行复制的时候, 那么它依赖了很多设置等等, 因为它要知道这些工人的上班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的工厂也非常有用了, 我只要找到那个接口, 我什么都不管, 大家在这个程序里边啊, 也经常会看到工厂方法, 用于让子类定义需要创建的对象律型, 那么整个一个工厂,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现实中的工厂, 它就要由一个厂长来决定, 那么厂长内部还有很多事情, 他呢, 他只是告诉这条产品线做这个事, 这条产品线内部在给每个具体的环节复制, 比如这个鞋我需要做成多厚啊, 我这个鞋子用什么样的材料啊, 做这个鞋依赖什么样的工人呢, 然后我这个整个产品线需要多久啊, 那么这个那都是我外边的人不需要care的, 我只需要你尝尝给我一个最终的答复就好了, 然后我们如果真的感觉你这东西不爽, 那我们可以自己搞一个这种用于造鞋的小工厂, 你只要说你能不能造鞋, 然后你给我提供一些最原始的技术, 然后我把那个工厂接口给你覆盖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你物化的方法, 和文字的方法来解读了一下工厂, 这一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一下工厂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来分析工厂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用了一张真实的这样一张工厂的图片, 我们说什么, 左边是可以产鞋, 右边呢产衣服, 然后最小的那是一个厂厂的办公室, 然后下边是一些运送的卡车, 那么工厂模式在干什么呢, 它可以让我们决定通过厂厂来告诉内部的产品线需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不用关心里边的流程, 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 当里边这些复制的流程特别复杂, 相互依赖关系, 比如依赖工人今天上班, 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厂长来告诉这些产品线, 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那么如果发现它这个鞋真的做得不爽, 我们又可以自己去制定一个产品线, 把它那个产品线给覆盖掉, 那么这个就是工厂模式,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呢, 我们首先来看, 对象的构建十分的复杂, 那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 我们想去买双鞋,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穿鞋没问题, 但是如果想知道一个鞋是怎么做的, 那个对象可能对我来说十分复杂, 那我们想跟去跟厂长沟通要鞋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跟厂长说, 我要, 里边给我给我做鞋, 然后那个里边这些厂房可以开始工作了, 那么这个就是当对象的构建十分复杂, 我们就可以想到工厂模式, 然后有厂长来代理, 替我们找到那个产品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依赖具体的环境创建不同的实力, 什么叫依赖具体的环境创建不同的实力啊, 就是说现在啊, 整个里边有做衣服, 有做鞋, 然后甚至有运输的, 那么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我想去怎么样呢, 我让你把这个鞋给我运到我家去, 那么我又可以让你把这个鞋运到哪去呢, 运到这个我的工厂去, 那么它依赖具体的环境创建不同的实力, 我就可以跟当年的厂长沟通, 我说我现在这个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需要把它怎么样, 那么厂长会分配里边对应的资源, 给我做自应的事情, 然后最终能拿到我想要这个实力, 就是依赖具体的环境, 创建不同的实力, 当前这个环境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鞋到底是要送到哪去, 再来看第三点, 处理大量具有相同属性的小对象, 什么意思呢, 还是回归到这个厂长身上, 那我要一个鞋, 我不用你, 你再给我去找这么大的人力力量, 你说你一卡车只运了一双鞋, 这个肯定不科学, 我不需要你, 给我运送这么大量的这种小对象, 那我只需要要一批的时候, 我找你, 他就处理大量具有相同属性的小对象,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要一批鞋, 我要一卡车鞋, 那我找你肯定没问题, 因为你可以生产一批量直接给我送过去, 但是如果说我只做一件鞋, 那我找你没什么必要, 就是处理大量具有相同属性的小对象的时候, 那么你也考虑到工厂可以帮你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点, 不能滥用工厂, 有时候啊, 仅仅是给我们的代码增加复杂度,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刚才大家刚说, 你只买一双鞋, 那你跑到工厂去, 你找老板,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 你说老板我要一双鞋, 你给我做双鞋, 老板都会疯掉, 因为你只要一双鞋, 没法给你做, 所以说千万不要滥用这个工厂, 你如果说滥用了, 一个是在你这个代码里边, 并不能体现你这个血涂高大上, 反而让后来的人觉得非常的不适, 他不知道你经家这样一个工厂, 有什么样的目的, 也不知道当初你设计这个软件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也要给提一点就是注释的问题, 大家如果真的去创建工厂了, 一定要写好当前你这个工厂需要干什么, 甚至把整个一个厂子里面分成了有鞋, 有衣服, 有什么袜子等多, 那么这些都是小对象, 那么对于我工厂来说, 我都是一个小对象, 那么他们都有相同属性, 就是为了我生产服务用的, 那我可以帮你去转告, 那么本来如果是这里都没有什么小对象, 只有一个做鞋的, 那你直接去找那个做鞋的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个厂长去告诉你那个产品线, 产品线要去协调人呢, 对吧, 所以说千万不要去滥用每一种设计模式, 你要知道为什么有它, 以及它所存在的意义, 那么我们把这张图片翻出来的原因,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种工厂模式跟现实中的工厂,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你理解好现实中的工厂, 再用JS一实战, 那么你也就懂了,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用JS真正的来实战一下这个具体的工厂, 然后呢, 我们再去读一读别人的比较复杂的抽象工厂, 跟具体工厂的原代码, 也不叫具体工厂, 应该叫一个简单工厂, 那么我们所谓的具体工厂呢, 就是说它如果找到这个产品的细节, 这个正规的名词就是简单工厂, 抽象工厂, 不叫不简单工厂啊, 叫抽象工厂, 从这一节课开始, 我们来学习一下工厂模式代码实战和总结, 我们首先用JS代码来实现一下工厂模式, 然后再对我们上级解课学习的内容进行一下总结, 好, 首先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代码实战, 我们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sublamp, 然后呢, 我们建一个atml文件, 然后我们进入script标签,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要建一个工厂, 那么工厂里边可以干嘛啊, 可以产衣服, 我们叫faction, 然后又可以干嘛呢, 点铲鞋, 然后还可以干嘛呢, 工厂之间可以运输, 我们看那张图上啊, 有些卡车, 对吧, 我们可以用它进运输, 那么这鞋完了之后啊, 我们整个工厂就可以定义好了, 我们可以给我们工厂上附上一些值, 比如说我们产衣服, 我们默认的, 内部有些工人, 比如说工人数是50, 那么我们可以告诉老板, 这个就是往外暴露一下啊, 我们有this there工人, 我们有这么多工人, 然后大家依次在上面要加入什么呀, 加入matter, 我们结束了, 这时候我们有多少人, 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的可以说, 铲鞋, 然后我们再来呢, 运输, 这个时候我们工厂没完, 我们说工厂应该怎么样啊, 工厂应该有成长, 来决定运行, 到底哪条产品线, 但是这个工厂, 这个厂长, 他还不是真正的决策者, 真正的决策者谁呢, 消费者, 也就是谁啊, 子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厂长请出来了, 我们叫做工厂的厂长, 甚至我们直接叫做厂长, 我们如果把这个厂长挂到工厂上的话, 就是这样, 我们给他一个决策权, 他可以干什么呢, 他接受一个参数, PAR, 这个参数干什么呢, 他找到当前工厂具体的产品线, 然后让他们执行, 但是呢, 我们要让他怎么样, 让他新去生产一条这样的产品线, 同学们这里为什么要用new啊, 这个在GS里啊, 我们说了, 上面我们用了什么, 是不是用了构造函数模式, 我们又用了什么, 单例模式, 为什么, 我们这个工厂是不是一个单例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构造函数啊, 所以说, 这个厂长, 现在就可以给我们说话, 就可以给我们说话, 你现在想怎样, 比如说外边, 现在我来了, 我, 我就可以让这个, 找到工厂的厂长, 然后告诉他,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衣服, 告诉你产衣服, 然后呢, 他内部就会怎么样, 就会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返回回来, 就会让这条产品线产出来的东西, 给我们返回回来, 那我看一下, 我们一共拿到了多少衣服呢, 我们这个密下, 应该有谁啊, 应该有他产出这个衣服数, 好, 那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 这个对不对, 50, 好, 那最简单这样一个工厂模式, 就被我们实现完了, 这是简单工厂, 最最简单的实现方式, 那么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先让大家打开两段代码,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抽象工厂跟简单工厂,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简单工厂, 首先呢, 我们这个非常熟悉这个, 阿扎克斯这个对象, 它是由这个XMATP Request创建的, 那么首先, 我这一个, 哇, XLATP这个工厂类, 这个Federy这样一个工厂类啊, 它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不是一个单粒啊, 同学们, 它是不是一个单粒, 按道理说, 这是一个单粒, 然后呢, 它上面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Create XMLATP, 那么它是一个Faction, 首先我们这个, 是空, 然后它根据当前的环境, 产生一个, XHTTP变量给我们, 它是不是依赖了内部很多东西啊, 我们再来回忆一家工厂, 工厂可以干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它, 内部需要不同的环境, 给我们返回来这样一个对象, 比如说你里边啊, 有产衣服, 有什么产鞋, 然后你又可以送货, 我只传递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你把这个命令给我执行下去, 然后把东西给我拿回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工厂, 然后工厂呢, 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去关心, 你看啊, 如果当年是Windows对象, 比如说你要斜, 那么它就给你产生这样一个对象, 如果不是呢, 那它就给你产生了这样一个微软的, 如果刚才说错了, 如果是XML的正常的这种对象, 它就给我们返回来这个XMLATP Request这样的对象, 如果说这个微软的那流行器呢, 它就返回来这个Merrysoft的这个XMLATP对象, 那么它把这个对象直接送给你了, 它不管你, 厂子之间也不管这种内部怎么干活, 总之, 我给你的命令, 我需要要这个XMLATP对象, 那比如说现在我需要要了, 那么它就通过这个Fighter里边去生产, 这样一个我需要的对象, 那至于你里边如何在流程中复制啊, 这些东西我都不care, 我只care我最后拿到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就可以把内部的这些东西封装到这个工厂里边去, 这是简单工厂, 工厂直截了当的接受命令, 做对象的事, 根据不同的环境给你返回来不同的对象, 然后你外边任何事情都不用care, 那么我们看一下复杂工厂, 我们说了啊, 复杂工厂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把你整个这个鞋的产品线给你盖掉, 就认为你这个鞋呀做的不爽, 我们不享用你这个鞋, 那么首先我们来抽象一个工厂的一个工厂模型, 那么这个是整个一个抽象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原型上挂了一个啊, 大家看在这个原型上挂了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里边有一个叫做create这个factory, 就是产生工厂,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去掉这个对象, 这个按道理说如果真正的是我们简单工厂的话, 这个里边就可以做事了啊, 看一下我们简单工厂, 我们这个create这个对象就可以做事了, 但是这个时候它只留出来这样一个口子, 留出来这样一个口干嘛呢, 比如说我这个厂子能做鞋, 但是它不做鞋, 你如果执行到我这个里边, 让我做鞋, 我就给你报个错, 3 new error, 我说这不是我干的事, 我只给你留这鞋, 你既然想覆盖我嘛, 那怎么覆盖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通过这个我们声明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有一个叫做HML ATPFactory, 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靠this, 那么这个时候靠我们这个this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它那个部this指定就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把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ATPFactory对象全部都拿过来, 挂载到我们的prototype上, 然后我们的原型指定为我们自己, 就说现在啊, 我把你所有的基本流程工艺都给你继承过来, 然后呢, 我又把我自己厂名指定为我自己, 我是个小厂子, 然后我开始把具体造型的办法交给我自己, 我不让你造型了, 然后我在我这个环境里边去产生,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工厂模式啊, 整个之前这些概念,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简单工厂,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抽象工厂, 它不叫复杂工厂, 它叫抽象工厂, 简单工厂跟抽象工厂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同学们, 抽象工厂, 它只给留这样一个口子, 它不做具体的事, 然后让你里边的别的子类来继承掉我这个类, 然后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整解这个回顾, 那么这个设计模式这个工厂模式, 我们来做个回顾, 在本道课程我们学习了工厂模式的很多概念, 然后大家应该掌握如下的知识, 第一, 知道什么是工厂模式, 我们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就简单的介绍了工厂模式的概念, 和用你物化的方式进行了介绍, 然后掌握工厂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最后我们应该掌握工厂模式这个代码的编写, 然后大家可以去用一些技巧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JavaScript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谢谢大家。